这个有点尬 不够亲浅 啊 汉汉 你是宝贝 难道饰演叔叔和妹妹吗 喵喵喵喵喵 哈喽娱乐媒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哲瀚 首先他是一个非常冷酷 然后还很有智谋的一个人 然后背负着血海深仇 嗯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有挑战 加上那个和美希的感情 这样一个人 对 可能会比较宠宠宠宠女朋友吧 不同点啊 我生活当中不是那么一个冷酷的人 对吧 比较想挑战一些类型化的角色吧 就是警察啊 消防员啊 或者是 特种部队的啊 或者是 律师啊 这种 酷 女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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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事的喜欢就是上来看一下什么好看的东西啊 对 其实我不太熬夜的 那天纯属是意外 就是很伤身体的 大家千万不要熬夜 对 那天正好在学喝咖啡 就喝了两杯咖啡以后 就一整晚也睡不着 然后加上就是给粉丝发的那个福利 这发不出去就比较着急 然后又有那个那个吃鸡的比赛 就好多因素加在一起吧 然后就导致了一晚上就没有睡 早上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刷微博的时候 人家发给我的 我看到了 我就惊了 这 这 这我觉得说我见过最奇葩的上微博热搜的一个方式 账产新单新歌发布 哈 不会 对 吃吃外卖 不太知道 大家叫我小哲总觉得好好好 好像有点奇怪啊 就是粉丝叫我 就可能因为我 朋友之间称呼还好 就是粉丝们称呼 我觉得不够亲切 叫我汉哥会比较亲切 嗯 叫汉 汉 现在都比较少追动漫了 嗯 希望有时间可以拿出来看一下 熬夜啊 熬夜啊 我熬了好几夜呢 才追完呢 反正就躺在床上 能这样拿到手机呢 就爬 别人的就快进 然后就看自己的 然后看到弹幕好笑的 我就会 我就会哈哈哈哈 然后呢 就会发给小菊 我说啊 这个弹幕特别好笑 这样 没有我怕被别人抓到 啊万一这边抓到发弹幕什么的 对 就正常行走 没问题 今天早上刚去看了一下医生 我觉得就是 还是需要 做一个很好的康复吧 比较可爱一点 然后 然后 文静一些 然后 比较孝顺 这样 娱乐媒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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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生夫 这是手背 这是脚背 你是宝贝 可爱不是长久之计 可爱我是长久之计 我们一起学猫叫 一起喵喵喵喵喵喵 在你面前撒个娇 哎呦喵喵喵喵喵 若这个世界凋谢我 会守在 你身边 用沉默对抗 对抗万语千言 倘若这时间 一切都在无情 在你身边 的崩裂 我会用手中的线 为你奉缘 陪你看日升月间 陪你看沧海变迁 陪你一次又一眼 铺下回忆的诗篇 陪你看年 陪你将情节改变 陪你将情节改变 指引你独得懂我 而你注定 是我的心头线 这世线 这世线 已是命中最美的 相见 也很甜 笑容更适合你的脸 再一遍 再一遍 激起从前的一滴一滴 不愿我不在身边 记住我陪在你的身边 补完 随便 按时 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